美不美?看大腿,在这个颜值极是正义的年代,用双大长腿,不仅让你在工作生活中享受不少便利,就算在日常行走之后,也能肩步如飞,同时有个好看的体型,让你不仅可以更加自信地处理生活中的大小麻烦式,而且有双有力量且修长的腿部,遇见处理不了的困难,也能及时逃生,只留下自己牵引。 腿部的塑造重要性,再怎么强调也不违迫,有对好看的大腿,可以增加体内生长激素,助你体内分泌均衡,身体更加健康,同时有对有力的双腿,让你做任何动作,都可以有足够的力量源泉,取之不尽用之不竭,和那些不断练腿部相比,你会更加灵活,且感觉你后肌勃发,打到腿部并分一朝一夕, 同时由于腿部肌肉构成复杂,除了我们熟知的五丝头肌,活生极科吞大肌瓦,还有肥肠肌,屏目肌,以及各种韧味关节,所以锻炼腿部也是较为常见容易受伤的部位,一步小心,就会心该受伤。 新手锻炼时候,我们推荐无部重锻炼,尽用自身体重,通过不同的姿势,去感受腿部肌群的发力,在锻炼到一定程度后,可以进行器械练习,腿部由于构成复杂,打击肌关和小肌群彼此构成影响, 所以在锻炼时候,最好彼此孤立,让相应肌肉得到充分休息后,便能再次训练,不过今天推荐的都是经强度练习,只要腿部锻炼到力竭时候,不需要一礼拜再锻炼,只要让自己觉得休息足够了,一般两三天,就可以再次锻炼末,好的不如正起,下面一起来看看,小仙女想要打长腿, 想成为好看的小姐姐,这些动作赶紧来练习吧,第一个动作,俯卧腿直伸,像一只猫一样,腰腰后,恢复到膝关节小腿和手臂支撑身体的注视形态,然后抬起一只大腿,尽量和躯感保持统一直线,第二个动作,天鹅躯腿,像动徒那样,膝关节保持不动,小腿往身体尽可能下压,同时,腰背甚至,头部和颈部, 尽量靠近脚尖,第三个动作,侧抬腿,如果感觉无腹中锻炼太过简单,可以在腿部捆绑上杀带,这样可以更能刺激我们大腿内部肌肉,第四个动作,弓部多儿,和上面一样,如果无腹中锻炼,对腿部压力不够,可以双手抓握奖励,基于腿部更大的负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